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我是Andy 歡迎來到AA News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試吃美國的零食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請朋友 從美國的一個大模樣的 全部都是我們沒有吃過的喔 那買這家零食的超市呢 叫做Trader Joe's 這邊所有的零食都是Trader Joe's的自由品牌 Trader Joe's呢 是一家總部位在美國加州的岩鎖超市 在全美呢 有超過500家的門市 他們主打有機平價自由品牌 他們大概有八成的商品呢 都是自由品牌喔 同時呢 它也堪稱是最受歡迎的國民超市 Trader Joe's他們不發優惠券 沒有電商也沒有會員 他們的商品數呢 只有一般超市的15% 店內的空間也只有Walmart 跟好市多的一半而已 但他們卻可以連續三年 獲得全美顧客排行滿意度的第一年 1967年呢 Trader Joe's的創辦人 他們注意到美國人開始喜歡到國外旅遊的趨勢 但國內超市卻很難可以買到國外的商品 所以這就是他在加州開的第一間商店的契機 同時他把他的店面打造成 南太平洋熱帶風情足跡 而且他的店員都是穿夏威夷風格子襯衫 最特別的是他們的職稱是船長、大副和船員 而不是你聽到的經理、員工喔 讓你感受到從世界各地帶商品回來的水手的感覺 Trader Joe's最初移不到2塊錢美元 比水還要便宜的葡萄酒 還有一根只要19分的香蕉而聞名 鎖定油品味、喜歡嘗試新東西 帶了把花大錢的顧客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個是Sour Cream & Onion Rinse 它的價錢是2塊49美金 那看字面上的翻譯呢 它應該就是洋蔥圈跟酸奶口味的餅乾吧 然後我覺得Trader Joe's的零食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包裝的設計都非常的別出心裁 像是這個 它的洋蔥圈就是套在它的條碼上面 這個真的超酷的 那我們就來吃吧 好香喔 滿滿的酸奶味 我最愛的 不過看它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有點像是咖哩粉 就是有點偏黃 好我先說口感 它跟我們小時候會吃到那種 超級小包的洋蔥圈 大賣場牛賣那種 口感不一樣 就大賣場賣那種洋蔥圈 是入口即化 你含了就沒了 它這個咬下去比較脆 比較硬一點點 然後很有口感 洋蔥跟酸奶的味道都非常濃郁 那其實呢這個酸奶洋蔥圈 它其實成分裡面 它並不包含洋蔥喔 它其實是用紅扁豆跟麵糰來製作而成的 我們有上網看了一些美食部落客的評論 那他們其實 美國人如果是想要吃得比較健康的話 他們對於這個產品 含不含膚質是非常重視的 像這一包呢 它就是沒有含膚質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這個就成的這一包 那我覺得它的包裝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巧思喔 它呢就是一個熱氣球 然後吊著一塊很大塊的起司 那這個餅乾呢叫做 Fancy Cheese Crunch Cheese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裡面含有奶酪的一個脆餅 然後它的價錢呢是3.99塊美金 你打開來看看嗎 哇 它長得就像奇多耶 哈哈 我開始有點覺得它的口味會不會也像奇多 嗯 喔 它的起司味比奇多的粉少了一點 比較清淡一點 但是它多了一個松露味 這是我超喜歡的 它松露味真的很濃 嗯 而且因為它是用玉米製成的嘛 所以它相對於馬鈴薯片之類的 會比較健康一點點 而且它是用烤的 不是用炸的 所以聽說有很多美國的小朋友 會把這個當作學校的午餐搭配 然後呢 在它的官網裡面還有介紹說 他們是認為這款餅乾 非常的適合在晚宴或者是寄回酒宴的時候 當作是一盤小小的零食 來給客人們做享用 下面一位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PB&J Snake Duo 那你看它這個包裝上面的封面就知道 它裡面是含有蘸醬的一個零食喔 PB&J的意思呢 就是Pinna Butter and Jelly 美國人最常中午吃的一個午餐啊 這個讓午餐健康嗎 他們其實應該午餐都是隨便吃吃 那正餐都是擺在晚餐的時候這樣子 這個零食呢它的價錢是3.99塊美金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好 猜一下 猜一下 喔 我在猜之前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剛剛看到的包裝上面的小巧思喔 有看到它這個餅乾呢 就是它在那個游泳吃飯旁邊 準備要跳水下去嗎 它的旁邊還有寫一個那個餅乾的字牌 I think I'm going to take a dip 哇這個真的很酷耶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抓著餅乾一起去take a dip 它的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哇 它是6盒耶 它其實是6盒 哇 這真的好適合當小朋友的午餐喔 如果是我一定會很開心 這真的超不健康的 不健康到很開心 我在採上的零食的時候 就有發現 這個品項在header juice上面 是排列大概前五名的商品 真的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就來吃吃看到底多厲害 這個餅乾我覺得長得超像我們那個蛋捲喔 只是它非常非常小 它的醋餅裡面包了一層pina butter 原來它的pina butter是直接包在裡面的 我以為是口味 結果是包在裡面好酷喔 它的那個沾醬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什麼巧克力醬一沾下去就有 它是顆粒狀然後有點稍微固體固體的這種感覺 它不是莓果口味對不對 好像是副的莓口味 副的莓口味 副的莓口味 很小健康 我跟你講它真的是jelly耶 它不是jelly 我覺得其實這個餅乾 因為它裡面有包花生 所以它單吃就很好吃了 那那個醬其實是有點甜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它的這個餅乾啊 變得快了一片鹹 所以沾了那個部分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搭點 我如果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 午餐吃便當的時候 我如果一打開這個的湯 一定會有超酸的 好 下面一位是 這個 KINUBALEFELTREZO NUGGETS 那其實它看起來很像那個 我小時候有吃過一種叫大絕餅 它就是看起來很硬很脆 然後外面有抹上粗鹽 然後很有嚼勁很耐吃的一個餅乾 因為它的包裝看起來就是那種 很高的那種包裝 對啊 給你吃醋吧 吃醋吧的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吃吃看 它叫NUGGETS 真的是有香啊 因為它的顏色很黃色的 我這樣搖搖的感覺裡面有東西耶 它的外層真的跟打絕餅一樣是硬的 然後裡面跟這個裡面的PINNERBRIDE一樣 如果我沒有看名字的話 我實在我會覺得它是鹹 但其實它就是要花生醬 看來美國人真的很喜歡花生醬 而且這個好適合配那種啤酒啊 雞尾酒啊或者是氣水 就是平常下午茶都可以拿來吃 好酸喔 那我們就進 下面一位 接下來呢 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Fruity Jellies 那從它的外型看起來 它就是糖果 就是軟糖的那種感覺啦 然後它這個包裝 沒有前面的那個這麼有設計感 然後它其實蠻沉的喔 你不要看它是軟糖 太大了 感覺它的原料就是那種真材實料的感覺 打開 糖果是我的天地 哇 你要先吃什麼顏色的啊 它是粉紅色 好大顆喔 這是一個張塊吧 它有 orange rasperry lemon blueberry fric mang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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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garin不是真的嗎 它mangarin是柑橘啦 不是普通話 這樣你把普通話給吃下去了 然後呢 它的包裝上面有寫 它這一款糖果 它是用天然的 水果調味劑去製作而成的 它外面的糖衣 是真正的蔗糖 不是那種架構的糖 也是因為這些原因 它的價格會比較貴一點 那這個我在官網上面沒有超 它的零售的價錢 那反正是amazon上面有賣 它這一盒呢 它的價錢是11.59塊美金 真的蠻貴的喔 算是很 高級的軟糖 對 精緻軟糖的價位喔 接下來 是我期待很久的 chow spice mangarin 為什麼會很期待呢 其實一開始 我沒有選這個東西 我朋友說 欸 你要不要吃吃看辣芒果乾 我想說 芒果乾 台灣就有啦 我幹嘛要買 然後他就說 不一樣 他說這個辣芒果乾 它下面的香料是 墨西哥的香料 所以是我們在台灣吃不到的口味 那其實呢 像是在中南美洲 墨西哥是治理這些地方 有一些攤販 他們會綁切好的水果 然後再加上一些黃瓜 然後他們會調一種辣的調和物 就是反正它這個會加辣下去 然後可能再加一些檸檬汁 它就會變成一個就是街頭的零嘴這樣子 首先它竟然是半透明耶 好酷喔 有透光嗎 有透光耶 然後它上面看起來真的辣 它長得好像大薯條喔 這超像肉乾的好不好 聞起來真的是超辣的耶 它的芒果乾 就是偏酸的芒果 跟台灣的那個很甜很甜的芒果 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上面的這個香料啊 你會吃到鹹 然後還有香料味 還有很重的辣椒味 可是它的辣 第一次吃很小口 我覺得沒有到超級辣 然後搭配在一起 就有點像榨索塊 上面會散的那種spicy的粉 到這裡有一點硬而有的開口 那我們呢 在網路上有發現 有一個部落客 他推薦的一種吃法 他說呢 他認為 加在一起的話會非常的讚 所以呢 我剛剛就衝去全聯 去買了一包起司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我決定要吃的奢侈 放進來 我直接呢 就這樣子 把它包起來吃 確定耶 怎麼了嗎 這樣太奢侈嗎 因為我感覺到一點點辣 可是又不會太辣 然後甜甜的 再加上起司的味道 整個加在一起還蠻讚的 然後那個芒果酸酸的 又帶出那個味道 這個推薦好讚喔 那再來呢 我們要來吃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 Dark Chocolate Carved Marshmallows 我猜應該就是 巧克力裡面包的棉花糖嗎 對不對 有名思義嗎 那它這一盒的價格呢 是3.99塊美金 那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它的包裝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 非常樸素的巧克力 喔 它外面裹的是 比較沒有那麼甜的黑巧克力 遮得出一點鹽 帶一點苦味 裡面的棉花糖很Q 也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很重要 其實這個口感 它裡面很像 就是巧克力裡面包麻糬那種感覺 比較不像棉花糖耶 這個感覺我好像在台灣有吃過 我有點不太確定 最後一味就是 這個是Bitter Sweet Chocolate Bar 這個呢其實一開始我也沒有選 也是我的朋友推薦的 他說這個巧克力呢 很好吃 因為它不會太甜 重點是 這麼大一個可能吃不完嘛 那如果吃不完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很適合拿來做烘焙時候 加的巧克力 對很好吃 這個其實它是屬於Trader Joe's 從國外進口的一個零食 這個就是從比利時進來的 那它這個裡面呢 它是還有堅果 是堅果巧克力了 嗯 那這個真的有點重量喔 這個的價錢呢 因為在網路上沒有看到 那在Amazon上面 它是賣12.49塊平均 果然是進口 滿貴的 來囉 預備 所以它剛好有折一半 裡面有超大顆的堅果 波巧克力挑戰 喔 喔 堅果的比例真的是還滿高的 對帶牙套的人來說 有點太硬喔 非常不友善 每個人鴨石都特別啊 我覺得這可以拿來泡熱牛奶 但堅果又要撈起來 對啊 好了現在我們全部的零食都吃完了 最後 我們要來個別說出我們最喜歡的一樣零食 然後給它評分 你先 這八樣零食之中呢 我最喜歡的 其實是這個 就是我們說 包裝沒有很特別 然後就是 很像椒鹽餅乾 然後裡面包花生的這個 我剛剛真的是越吃越覺得 帥醋 超帥 而且很好吃 外層是先吃到它那個鹹鹹的味道 對 然後裡面是花生香 我剛剛在一直狂吃 對啊 我們在吃別的零食 一直回來偷吃這個 如果1到10分的話 這個我會給它9分 這麼高喔 我真的蠻喜歡這一包的 那換我 我最喜歡的是 這個 因為呢 第一個 它的香料味真的很特別 是我沒有吃過 我覺得有驚喜到 因為相較於其他零食 可能都是我們平常有吃過類似的味道 熟悉的口感 熟悉的口味 對 那這個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如果單吃它的話 我可能會給它 8分 但如果加了起司的話 加在一起 9.5分 這麼高喔 大家可以如果有機會買得到 吃吃看好嗎 接下來就是我們整個 試吃大會的心得感想 那我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兩三年來很難有機會就是出國 所以可以吃到這麼多特別 而且來自美國的零食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大多數都是很新鮮很新奇的零食都沒有看過 那我覺得呢 一整個零食試試大會下來這個字 爽 因為其實我拿到這一袋零食已經可能有兩個禮拜了 但因為一直沒有時間排 我就每天看那一袋就好想吃喔 我前幾天在查這些零食的資料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不能吃 對 我越早越覺得 好想吃喔 真的好想吃喔 今天終於吃到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Someta 還有他們老公Copy 謝謝他們 特地大老人用行李箱幫我把這些東西裝回來 沒有他們今天我們就吃不到這些好吃的零食了 那如果說呢 你也有什麼推薦的異果零食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愛又訂閱掰掰 掰掰